然後現在外資的操作戀人捉摸不透 那我們現在到底該留意哪些族群呢 當然你要看的那種大盤 還有包括龍頭族群的多方防守價很重要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 是我是方瑩 讓我們歡迎華信投股總經理謝文恩分析師老師好 大家好 然後現在外資的期貨跟現貨操作不同邊 那現在我們該怎麼看 AI股我們可以留意誰呢 好的 那麼其實最近看外資的動態 大家可能要起效了 為什麼呢 我們就以昨天為例 昨天台北股市漲了700多天 可是單純就外資的角度 它期貨持續加碼放空 然後現貨心不甘情不願 買了將近有200多億 那麼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基本上這一個禮拜 從CPI到PPI的一個水數字 甚至於今天禮拜五 要公佈消費者信心指數 還沒完 下個禮拜又有一大堆經濟數據 太多經濟數據我搞不清楚 甚至包括降息的一個水馬數都要在下個禮拜公佈 好 那麼基本上先給大家一個報告 觀望它也是個非常好的策略 看不懂你可以選擇不要做嘛 對 那所以說9月份你都不用再做了 因為都過去了 那可是就我們的一個水角度呢 今天只要有機會 我們就會出手去做多 就像我舉個例子喔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最悲慘的日子 就是有很多人認為說 Nom down pay low 就是非農就業數字不錯 結果公佈出來真的是不錯 可是我問你喔 你有可以賭非農就業數字嗎 不行嗎 沒有啊 對它非農就業數字也是先暴漲之後 結果當你起床的時候看到PM盤 一口氣疊了將近有1000多點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呢 我有時候覺得主力它真的很機車 我沒有講這樣話 很機車 它永遠都比你早知道 等於說它在21,332點的時候 它就開始放空 可是來到這一個禮拜三的時候 很奇怪喔 心態它是由綠色變成紅色 是說那時候我很清楚告訴大家做多 利用擊殺做多 只有這樣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可能很多人輸到脫褲子 可是藉由主力心態一來一往 高達將近有2000多點 超簡單的 好開始慢慢解盤 基本上如果你每天有看我的夜水節目 你一定知道多空的防守價 就好像昨天我們很清楚 跟大家預告PPI的數字很好 因為昨天是收盤大於關鍵價 收盤大於AC 結果昨天晚上公布出來的PPI 真的不錯 可是PM盤就開始震盪 開始震盪 好 那我再教大家一個觀念 收盤大於關鍵價 收盤大於AC 代表隔天最爛的狀況 最爛最爛至少上半年 我想站上半 Peter 他會叹叹叹當然 叹叹叹叹叹叹叹 那麼今天禮拜五早上真的叹叹叹叹叹叹 你說老師我沒做這麼短 好我們看長的喔 那如果说我们单纯就线论线 等于说在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的时候利用击杀我去买进 结果礼拜四真的拉出一根扎扎实的长红K棒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硬要我讲惯性改变的话 我只能跟你强调了 备办指数学起来攻击没有连续性 那既然攻击没有连续性 其实最好的一个所谓状况 应该讲最难好了 最难的状况它应该等于说 大家本来一起是涨涨涨 这样的蹦蹦蹦 它应该走,然后叹叹叹叹叹踏楼梯 嗯 好,听清楚哦 你今天买一个升降仪 栽一个老妈妈 这个升降仪能不能半图袖的 尽量不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升降 升降的速度很慢 很慢超级无敌 那之后来妈妈的要怎么快 如果她的速度快 这样咻 我妈妈会下死 很慢超级无敌慢的 好 所以我在想想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比例很烂 重点就在于说 步步都不能错 步步都不能错 简而言之 备办指数 明天礼拜六早上起床 能不能跌破四七七八点四 好问你 你就很简单 外资昨天期货加码放空 他为什么加码放空 为什么先我只买200多亿 因为他也怕下个礼拜 降息一码或两码之后 搞不好又利多出境 抱一根长安可以抱 所以说他步步都为赢 所以说我用步步为赢的方式 同样的包括上位指数 包括加点骨架指数 还有这赶快截图 包括鸿海、广达、伟创 这三档非常重要的AI 没有他们昨天这三支全部是突破K棒 可是它要有突破K棒的一个企图心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你要加入我们的Telegram跟Nite 我们都有教大家怎么样去使用 实际使用 好来 那你说老师可是这大牛虎谁要做 好那我们看一下比较正常的股票好了 可是正常的股票的话 你可能心脏要非常非常的 一个所谓大科 我们都知道9月份是投信 祭底作账的一个所谓月份 那投信作账他也会结账 那我先教大家一个停损方式好了 你的停损通常抓三日线 你不要抓五日线啦 五日线停满也不下去啦 因为这些股票关于率都很高 你这样抓三日线的一个部分 那么如果说单纯就产业上面的愿景的话 当然半导体很好嘛 因为黄仁勋现阶段的话 在整个I纳米2纳米的部分 他都认为台积电已经没办法给他产 所以说黄仁勋要去劈腿 劈腿正常啦 台积电没有办法 台积电 不是台积电里面就只有100碗的面 那你黄仁勋要1000碗 那我请问各位 另外900碗当然要去外面买 你不能说黄仁勋他没有劈腿 那是因为台积电就只能做多多 这是为什么台积电不断扩产 那台积电不断扩产的话 其实就整个半导体的部分的话 6187的万润 所以包括1785的光源科不错 那同样在汽车的夜随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679湖联 2300的致帽 甚至包括327原项 都可以特别留意 那简直言之 你说这股票能不能买 很简单 废办指数绝对不能出事 OT指数绝对不能出事 所以说每天我们的Lite跟Telecon 你一定要全程追踪 好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如果你也不想错过最及时的资讯的话 就一定要加入老师的Lite跟Telecon 那财经急诊 是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这位这位是什么事呢 我会不说是什么呀 我会不认导啊 我会不认导啊 我会不认导啊